这个厂长正在指导秘书修改文件 可他的心思 却落在了秘书若隐若现的苏兄上 最后还不怀好意 盯着女秘书的大长腿看了好半天 直到忍不住 终于把他的贤猪手伸向了女秘书的大腿 女秘书顿时很生气 站起来严厉斥责他 贾厂长 贾中义这个老色鬼 把田家从生产车间调到身边当秘书 果然是没安好心 可是面对他的骚扰 田家却不敢离职 这背后到底藏了什么秘密 这一切都要从几天前开始说起 一天晚上 贾中义故意把田家留下来加班 然后趁员工都下班后就过来骚扰他 贾厂长 你干什么 做久了 对这个颈椎不好 你看你为厂里这么辛苦的加班 我这当厂长呢 也得关心你的健康不是 我帮你捏捏 不用了贾厂长 都这么晚了 你先回去吧 那不行 咱们在工作中 像那恋人一样 同甘共苦 不离不弃 这样才能把工作做好 是吧 你继续 你继续 甭管我 甭管我 田家只能忍着继续工作 不料突然鼻子一痒 打了一个喷嚏 谁知贾中义立马就脱下外套给他披上 田家知道他对自己不怀好意 就说宿舍马上要关门了 要是回去晚了他就进不去 要不然这工作他明天早上早点来做完 可不想贾中义却说这文件很紧急 必须今天晚上赶出来 要是回去晚了就给他到外面的宾馆开一间房 让他不要有什么担忧 田家很无奈 只能勉强答应 幸好这时 同宿舍的姐妹周新如看他一直没回宿舍 担心他出什么事就过来看看他 看到他的到来 贾中义也不好暴露自己的狐狸尾巴 只好让田家和他一起回去了 回去的路上 田家心情不好 他不知道怎么和新如说贾中义对他图谋不轨 只好婉转的说了一句 新如 我想辞职 你说啥 当初咱们在车间干活 又苦又累的 你都熬下来了 现在你坐办公室当秘书 才加两天班 你就不想干了 我不是不想干 是贾厂长他 贾厂长 他怎么你了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说 就是 我觉着他好像有点问题 原来贾中义经常趁着工作的机会对他动手动脚 不是摸手就是摸腿 要么就是对他的苏兄垂涎三尺 这让田家整日惊恐 只能想到辞职来远离这样的色鬼 可是周新如一听也不知道该怎么劝他 只好问他 这是你跟你老公说了吗 田家满脸忧愁 他老公李秋实身体不太好 他担心把这事告诉之后 会让他更加难受 竟然如此 周新如只好劝他再忍忍 等你私下找到别的工作之后 你再去辞职也不迟 听了周新如的话之后 田家只能无奈地点点头 可是贾中义就像魔鬼一样折磨他 让他每天晚上都在噩梦中痛不欲生 长此以往 田家都快崩溃了 不料有一天 贾中义突然把他叫到办公室 说为了以后工作方便 特意给他安排了一个单人宿舍 田家本想拒绝 可是他却立马给他上价值 让田家没有再推辞的理由 谁知前面的工作刚铺垫完 他的魔爪又开始不安分起来 他给田家倒了一杯水 谁知田家和他推丧的时候 一不小心没拿完 水杯掉落水花见识了他的衬衣 贾中义立马带住机会 试图解开他的扣子帮他擦干净 田家不想被他骚扰 只能蹲下去剪碎玻璃 可是贾中义非要献殷勤 去拉他站起来 结果两人拉拉扯扯的时候 突然贾中义的老婆推门而入 这老婆一看就不是擅长 盯着年轻貌美的田家 足足看了好几秒钟 然后才慢悠悠地问了一句 好在刘颖的到来让他免受色鬼的毒害 不过他刚走 刘颖就开始发威了 贾中义 你叫这么漂亮的女秘书干嘛 我告诉你啊 你少给我动就画画肠子 没事你别往外出想 反正丑话我给你说的钱呢 你趁早给我老实点 你俩人敢勾勾勾勾勾地让我知道了 跟你没完 然而谁也想不到 就这样的贾中义也没停止对田家的骚扰 另一边田家迫于无奈还是搬去了单人宿舍 可是这消停日子没过两天 一个晚上他正要入睡的时候 突然感到一阵恶心 一开始他没在意 谁知贾中义突然敲门 说什么有份重要的文件一定要亲自交到他手上 还有重要的事情要交代他 田家拗不过他 只好开门让他进来了 不料他一进来根本不谈什么工作 而且开始耍起了无赖 田家 这些日子我对你怎么样 你心里清楚吧 我喜欢你 贾厂长 我已经结婚了 三十年有家 那怎么了 你说你这年纪轻轻的 整天一个人 怎么能忘啊 贾中义 你别说了 你要是不说工作的事 就走吧 田家 我刚才敲了半天门 你才让我进来 想让我走啊 可没那么容易 幸好这时 周新如担心田家在宿舍不安全就给他打电话 可贾中义却抢过电话不准他接 非得拉着他坐到床上好好聊聊 气得田家只能抬手给了他一个耳光 不料这色鬼就是个贱骨头 厚着脸皮说就喜欢这样的 看来是有受虐倾向 吓得田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对付他了 就在贾中义要把他扑倒的一瞬间 周新如突然在门外大喊着他的名字 然后冲了进来 见到周新如到来 贾中义只能灰溜溜的走了 第二天一走 周新如就劝田家 让他赶紧辞职离开这个色鬼 可万万没想到 田家却突然为难起来 可我现在不能辞职 为啥 这两天我老觉得恶心 昨天去医院检查 但不是我活运呢 秋时听到以后 可高兴了 让我把孩子生下来 你说 这回我要是丢了工作 我上哪找啊 就在两人都犯难的时候 田家突然接到丈夫里秋时的电话 说他哮喘病犯了 现在正在医院抢救 田家此时顾不上辞职的事情 只能立马飞奔回去 连请假都让周新如去帮他找贾中义 下一秒 田家已经到了医院 看到丈夫病痒痒的样子 他更加不敢提辞职了 这家里就指望着他那点工资过日子 接丈夫出院后 田家一直留在家里照顾他 一天他正在做饭 丈夫突然想抱他一下 结果他立马就炸了 你走开 你怎么了 秋时 我没事 你吓我一跳 你怎么不在屋里歇着 我这不是怕你累吗 想过来帮你干点啥 你看你怀着孕 还得伺候我 我没事 你看你跟刚好一点 快扶我歇着吧 田家 你这回来咋一惊一乍的呀 我哪有啊 你帮我把把饭拿进去吧 田家赶紧找借口糊弄过去 可是他万万想不到 就算不在贾中义身边 他对自己的骚扰还是永不停止 竟然给他发来短信 问他什么时候回去 我真的想死你了 田家被他的骚扰弄得苦不堪言 可又不敢告诉丈夫 只能自己默默地承受 这样折磨下来 就算在家这几天 田家也是噩梦不断 贾中义的影子就像魔鬼一样阴魂不散 晚上做梦都梦到他来骚扰自己 很快假期就到了 他只能继续回去上班 可是贾中义却有种不搞到他是不罢休的决心 竟然以工作陪客户的名义 带他去KTV唱歌 我们都知道KTV是个私密性很高的地方 不仅灯光昏暗 就连大喊大叫也不易被发现 所以这么好的机会 贾中义肯定要对他做点什么 于是趁田家去厕所的时候 果断往他的酒杯里倒入了白色粉末 然后逼着他喝下去 可田家知道自己怀孕了不能喝酒 就只好对他实话实说 贾中乘 我怀孕了 怀孕了 真的假的 来我解答给他 你给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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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呢 你们 快快快快 干什么 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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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闹 我们这谈工作呢 谈工作 有什么谈工作呢 有这儿谈工作呢吗 公男寡女的在一个包箱里边 还喝这么多酒 能谈什么工作 干什么好事 我们真没什么 小天你赶紧先走 赶索走 站住 有什么话你跟我说 我跟你说 假中义 你可没良心呢 你能做到今天这个职务 还不却看我哥的关系 你可大好 下了班不回家 跟别的女人在晚上换天酒屁呢 不行 我得告诉我哥 让他撤了 联职 老婆 消息 消息 我们是真是有事 今儿个 请一个客户来 结果 人家有事 没来成 你还敢骗我 你还敢骗我 老婆 消息 你往后我出来 不带他了 行不行 不行 我告诉你 你赶紧把他给开了 我一想到他每天在夜间 过来黄训的 我就找信 人家干得好好的 你怎么能说开就开呢 再说了 他怀孕了 那我不管 我告诉你 反正你不让他可以当秘书了 你要舍不让他走 从里头 你都别让他给长长了 迫于老婆的淫威 贾忠义只能想办法撤了田家秘书的职位 然后把他安排去了扫厕所 可是田家一直瞒着丈夫 直到丈夫来厂里看他才知道了一切 那天 李秋实来看望田家 结果却被贾忠义告知去厕所找他 谁知刚到厕所 就看见田家挺着一个大肚子干着粗重的体力活 正好他提着一桶水去冲厕所时 由于地面很滑就摔了一叫 李秋实连忙冲过去抱起他 不料田家却突然大喊肚子痛 结果很悲催 田家最终还是流产了 李秋实知道真想后气不过 马上就把贾忠义告上了法庭 看来这恶人必须要让法律来制裁他 他这里有时候 他就不说了 那你还没听到